那我们刚刚呢也体验完了前排的驾驶 现在到中排去体验一个家用MPV的中排表现怎么样 那其实这台车在一开始活动方的街机车就是E8 其实我一上来也是走了一段高速 那会儿其实第一印象就是整体的座椅舒适度空间 还有这种静谧性是不错的 因为这次E8家的中排也用了一个双层的夹胶玻璃 在这个价位的MPV当中 或者说以前的奥德赛爱丽参都是没有 所以其实第一眼直观感觉在高速110 120 学航的时候这种整体的风噪还可以 不知道大家在直播里视频里能不能听到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到车内成员交流的这种感觉 尤其一台MPV嘛它毕竟有三排座位 你可能在高速行驶中需要考虑一排和三排 同时交流的时候这种静谧感 那有些车型像是奥德赛 我经常以前拿奥德赛跑高速的时候 确实一排三排在跑到120 130的时候 噪音会影响到一定沟通 尤其是这种主驾和三排右后方这种几乎对角的这种距离 那说话确实得靠点喊了 但是一巴加就还好 其次就是它这个闭灯 这个也是一上车就觉得还挺有特点的一个 因为一般的大部分的这些氛围灯 就像这种灯带灯条一样 它可能更多主打的是这种科技啊 就所谓豪华或者说就是大家说的夜店风嘛 但是这种像是就是第一眼看上去 有点像那种日式的温泉酒店 或者说是那种你家里的一个场景的小台灯 因为它的整体光源是这种暖黄色 并且呢 它其实在把亮度调到最亮的时候 也是可以有一定的照明作用的 毕竟说侧航门打开之后下方有一个门槛嘛 在夜晚可能在一些昏暗的地库啊 以及说停车场的时候 还是能对一些地台有一定的照明作用的 这点我记得不错 毕竟MPV它主打的这种家庭的氛围感 也许我觉得可能比一些七彩的 随着音乐跳动的氛围灯可能来的更合适一些 那说完这些 咱们再聊聊一些小的配置细节吧 像是这个遮阳帘手动的 尤其在跑高速的时候 现在我们这边不是太阳晒的时候 一会撞过来太阳晒脸的时候 你就发现就这么一个手动的遮阳帘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一挂上之后 整体的这种私密感 或者说想你睡觉的时候 这种住眠性会特别好 所以这种遮阳帘也是我觉得 一台MPV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配置 那说完这些呢 其实还有一些小的细节 也是传奇家族MPV 我很喜欢的点 就是它这个后排阅读灯 大家看啊 它这是一个类似于那种飞机上 无极调节的灯 这个最早两三年前 我试这第二代M8宗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挺棒的配置 因为绝大多数的这种车的阅读灯 都是一个固定的 有一个按键 要么在这儿 要么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一按 它就是一个光 它可能是并不是说能聚拢 但是它这个预读灯 确实是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光线 光源是可以去根据你调节去聚拢的 这个好像确实挺好用的 这个不错 然后出风口呢 这个确实没有用到M8和E9上 广说好评那两条 无感式的出风口啊 有点遗憾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 也无可厚非嘛 对吧 这是一个小的把手 然后其次呢就是E8加 这次在后排还提供了两个小桌板 大家看 它整体的这个宽度厚度 咱们在静态的时候也给大家展示了 然后最巧的就是刚才正好在路上高速上 有一个表格我需要修改 那确实就电脑一拿 直接就放上用场了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出差的时候 确实可能有一些文档啊 一些轻慢工的内容需要做 那之前要么就是拿手机 非常费劲的放大 各种改 挺累的 要么就是电脑 你就得就是抱着 抱着的话 其实一是操作没有那么方便 二是确实它这种窝着的感觉 有些好多电脑的散热 它呼呼出热风嘛 尤其那种厚重点游戏本 我之前有一次带过一游戏本 在腿上办公 也就一个小时吧 感觉那个热风烤得腿上都麻了 那会就觉得 哎呀 其实有个这种小桌板 还真是挺实用的 而且大家你可以看 放到这之后 你即使说这个屏幕放的稍微痒一点 它整体的这个开盒的空间也是够的 所以这个小桌板呢 其实也许你买回来之后 一年用不上几次 但是呢 有时候真想用的时候 就发现它确实是很实用的 这个确实好评 然后呢 再说一些其他小细节吧 像是这两个中排的 而且这个电脑在不用的时候 可以放到它下面有一个地图夹 也刚好 然后中排 中排这两个座椅呢 有一个小小的夹刺啊 就是它只有右边座椅 是带一个充电接口和放手机的位置的 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把手机放上 然后呢 左侧这个左后座椅并没有 它这没有设计同样的一个储物格 所以我刚才想放手机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找了半天 左侧是没有 我只能说放到右侧这块的这个手机藏内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是 也是可以以后再改进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提升的点吧